One and only one 只有一個出口的就是阿仙奴車站 很小一個 如果你在Underground的車線選擇 就選Pacadilly Line Pacadilly Line 你可以找到阿仙奴車站 大部份有七成的觀眾入場 都是要靠公共交通工具 Underground 地鐵 為甚麼?因為附近一帶 找個位置拍也沒有 所以大部份成功率最多 很多人用公共交通工具 就是因為阿仙奴的主場賽事 記住這條車站線 Pacadilly Line OK 一出球場走那邊 即是左手邊 或者直去都沒有問題 除非你右轉 如果你右轉我幫不了你 你去了別處了 Bye Bye 走吧 真的很快 在地鐵站一路走過來 五分鐘都不用 你來到阿仙奴的球場 大正門入口 這個正門入口 這裏屬於東漢台 East End 在East End的正門 平時你合適時間 可以進去又走一轉 對面那些 我的朋友 只看阿仙奴球會 這個外殼 都很整間藍牙會 裡面歷史遊九 看到這個銅像嗎 我老爸 走進這個冷行 真的很像阿仙奴 紅魚白 來到更衣室 球員平時坐在他自己的衣服 前面的位置 聽教練說話 有名字的 23號仔你知道是誰嗎 就是了 金寶 還有很多浴缸 這個大門做甚麼 我做金寶湯 不是 這個是偏向復名 又不是 這個是傳統來的 逢親裸杯 阿仙奴球員就會飛身 踢下去這個 哇 真啊 大浴池 一起慶祝一下 裸杯的歷史 只是看他冷行樓梯的照片 厲害 這個盾是甚麼盾 是叫做矛盾 那查實 阿仙奴究竟有多厲害 看看他們的獎盃 放到無謂 放整條冷行都是 讓第二個球員看到 真的眼睛紅了 出場了 看東西了 這個就是阿仙奴的主場 高惠利球場 全場可以坐38,500人 全部都是坐位 你猜以前 老友不設棄位 其實在1997年才重建過 不過始終倫敦地價都是貴 不大得幾多 所以他們已經計劃起了一個新的球場 沒看新的之前 看回這個舊東西 不要走 還有一個博物館 一看到這個大巴士 你就已經到了阿仙奴的博物館 在這間博物館裡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有關球會的歷史 看看兵工廠的工人如何組成整個球隊 這些已經是球員 不用問阿貴 當然是有以前的球場英雄 讓大家看真的 你看看他們 這群人像不像一個紙板警察 沒錯 警察 看起來又有些像無間道的海報 結果就是智慧 那個就抽身了 然後這支都是球星的樣子 當然了 說明是阿仙奴 這幾張照片值錢 嘩 搶杯又很多 嘩 終於看到了 波 這個好波 還有一個更厲害 86年的波 這個就是86年的波的立體樣子 是不是很厲害呢 接著這支不用問我了 衣服 三、四年的衣服 用不著這麼舊 說明博物館 真是過足癮 看到嗎 這個是我 那邊角落 街口仔 有一間很小的合作社 跟一般球會我們去過的都不同 零零零零 世間都會去南華會 這裡為甚麼會這樣 很鬼馬 裡面的貨品挺精美的 有沒有說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大大撼 鹿豹 白招射著你 我又射著你 看看 每一看都有鹿豹 小的又有豹 大件又有大豹 嬰兒 也有嬰兒豹 仔仔俱備 正所謂一豹旁生 世界通行 不過說實話 這麼多的球會 四大球會裡面 最精緻 產品最英俊 都是阿仙奴 對嗎 我真的 阿仙奴是一個這麼有歷史的球會 這麼有地位 要朝聖快手 因為它快搬去一個新球場 而至於新球場 現在 哎呀 只是一個模型 還沒看到 還是一個垃圾處理處 將來起床就像這樣 你看到現在的樣子 就是這樣 就算是贏 看見到那個紫色橋 那個叫Hackley Central 是火車站 不要乘搭了Underground 如何進來呢 大家打開這個很重要的 TUBE Trupe Map 大家可以找到 藍色的Underground 淺藍色的那條 叫做Victoria路線 去到這個叫做Hybrid and Islington Islington 那裏轉一轉火車 就可以搭三個站 來到Hackley Central 一出條橋 火車站很小 下馬路直走 向著這邊走 可以在地圖見到 就是Morning Lane 來到Morning Lane 那你就轉左 第一時間轉左 就會看見遠方 好像有一個大油站 其實是百貨公司 我們先叫它做油站 Tesco 然後外面有很大的卡牌 沿著Morning Lane 過了Tesco之後 多走一會 一分鐘都不用 就可以右轉 找到那條叫做Trekham Place 一轉進去 尤其巴馬市 一轉進去 你買便宜的東西 當然要下本錢 記住拿Morning Lane 轉火車 然後來到Hackley Central 火車站落 直走 走到這裏 一見到Morning Lane 轉左 進去 過了Tesco 然後走多久 找到Trekham Place 很快的 第一個街口右轉 你就看到那條路 嘩 發達了 Burberry 就在那裏 走吧 你真的走到這裏 你都很聰明 但入到那艘艙 你就開心了 雖然走的路程 有少少遠和不滿 但這個艘艙 嘩 發達了 你是你的佣頓 你會發現價錢真是便宜的 尤其是亞洲人 越來越多 懂得來找 韓國人 日本人 去到這個艘艙 發瘋 真可憐 這裏都很容易來的 坐地鐵看著 Campington Town 這個字 哇 這麼多東西賣的 是啊 我十幾年前來 久不久都會在這裏 見到張曼玉 不過現在可能少點機會了 因為已經成行成市了 整街都是烹飪 你看到那些姐姐 嘩 姐姐 等著等著 這些哥哥 不用等了 但很舒服的 走到河邊那裏 看看 哇 這隻船 可以上去吹風 吃東西嗎 多方便 買起拿起就吃 吃著邊走邊看 買了多少手工藝品 很多是自製的 R-Piece就是這些 看到市場 嘩 現在多漂亮 很好走的 多舒服的 姐姐 多小步 記住這裏叫Campington Town 如果彌敦道的名店不適合你 Campington Town的土髮煉鋼 手工藝品又過分低調 我想有些帥氣一點 記住來這裏叫 Off-Ford Circus 那這個牛津圓環有些甚麼呢 你看一下 嘩 很厲害 有大街 不過不要緊 走過去見到一間 好像這樣的古堡樣的東西 它是Liberty Liberty 走入環街 你會找到Tanabee Street 很大的路牌 其實它是Solo區 一穴仔最好走的地方 很多Inn 潮 帥 京 齊齊的店在這裏 說實話 我們同組裡有一個高層人士 阿佳仔在這裏都好看 回到去一定被老婆罵 你們六十多歲 還穿這麼貴的褲 當然啦 是真實的 但如果你多走兩走 沿著Oxford Street 一邊走過去 去到Charing Cross Road 你又要小心了 因為看到這間書局 以為是一間普通的書局 沒錯它是一間普通的書局 叫做Sport Pages 表面上是書局 其實它是一個波局 你看看全部都是波書 不是鹹的 是正經 由甲月丙組都有 錄影帶 有齊 有聲有話 不喜歡看書嗎 請你舉頭 望明月 怎麼了 球會曬衣服嗎 不是 賣衣服 還是歷史美衣服 再不對 再看這邊 走入一角 有料到 整大堆球星簽名海報 小狗 挺合襯這間書局的Fail 這些波褲 阿爺那代 那你下次來到倫敦 記著認住它 Sport Pages 阿爺一定要到的地方 好爺 如果你來到英國 突然間波引起 那怎麼辦 就去球場買票 買不到又怎樣 最安全的一個方法 抄底這個 我的名字 www.theonlineticketshop.com 記著 在網上可以搞 你也不是上網上的咖啡 網上的咖啡 可以送到你酒店 沒有問題的票 完全賣到你門口 揮爆你 那你一定賣到 如果不方便 不懂得上網 又有電話 電話不在 在這裡 記著 44 0 如果你在英國打 那就只打 207 922 1922 那它可以送票 送到你房門口 沒有問題 那時候一定會有票 記著這些兩道 喂 來到倫敦 怎會吃車仔麵 當然是吃好東西 來這裡 這間好東西 這裡日後應該我很少來 主要都是上次晚上 有些朋友帶我來 記著這間叫做 pharmacy 什麼來的 藥房 不是 吃東西的 夜晚尤其是吃完晚餐 還可以留下 跟姐姐聊聊天 跳跳舞 很流行 尤其是近一兩年 越開越多 旁邊都有一間 不過我去開這間 有病 可以燙熱 姐姐 記著這區 Notting Hill Gate N-O-T-T-I-N-G-H-I-L-L 在那邊搭Underground 過來走 大概十分鐘二十分鐘 已經到這個路口 看到這麼大間 藥房裡面很高興 尤其是晚上 晚上如果沒有什麼 夜生活的話 來這裡咬完 再喝杯 再過旁邊那裡 兩條街口 你可以打一下保齡 有些保齡球場不錯 那我們開餐吧 這間店鬼馬 叫做Pharmacy 平時我日常很少來 晚上很厲害 吃完飯 還可以跳兩拍 沒有很多哥哥在這裡玩 見他裝修 哇 真是落重本 落行藥 姑娘就會叫你登記 先進去 給你個位置 整幅牆你看 都是藥丸 很大壓力 要外伏還是內伏 飯前飯後 各一次 而他們的廁所 更加不要放過 對著一把剪刀 男生好像有點不方便 有點壓力 臨走記住 拿一盒火柴 藥盒爆炸 有病不用怕老友 下午吃很多 因為這些東西很新鮮 晚上那時 大口那會貴一點 挺好吃的 大家看 記住 F-U-L-H-A-M 富鹹 要富鹹到很鹹 這道富鹹後 就去Broadway 富鹹Broadway Station 就是去車路士球場 最近的車站 一下車 你看看那邊 5分鐘 10分鐘路程 走到三角頂 就是球場位 非常之方便 記住去Underground 找District線 District District 你便很快搭到車 來到這個站 接著便去看球 去找車路士 走 沿著地鐵站 一路走過來 向著三角形的位置 出站 左手邊 5分鐘不用 走著大街 看到這個藍色 就是它 Standford Gate Welcome Welcome 什麼呢? 過來吧 這裡不是一個球場那麼簡單 就好像香港的黃金海岸一樣 車路士串 裡面有酒店 有Bar 有Gym 有Clubhouse 完全沒有問題 漂亮到不得了 沿著大閘直入 各位不得了 可以享受一個很棒的下午 買紀念品也可以 進去球場參觀都沒有問題 記住這裡 可以走 這條車路士村裡面 一進去就有一間酒店 就是這間 旁邊就是球場看台入口 再過去還有一間健身中心 聽說球星經常在這裡舉東西 做健身 不要說那麼多 趕快進場看看 整個球場的設備 裡面正不正 當然正 一目 了然 挺寬闖的 每個排排坐吃粉果 球星如運 這個是誰 古裝神嗎 小弟 這邊是讓你來舉東西 那邊還可以看東西 看到什麼 看到這個 肉身 又是一個大詞 怪逼人 自閉性 出場前一定坐這個位 你再去看看周圍 獨個兒坐這裡 我們中國人說的獨家村就是這些 出場了 各位 這個就是車路士的主場 史丹福橋球場 車仔主場 車路士 是不是很新 正 話是說 他在1907年重建 現在可以坐到42,449人 是不是很寧丁呢 不過性在夠新 還有集團處理 很乾淨 包補病 如果你是沒有病的話應該都會摸來的了 來得車路士球場當然是找車路士球會精品專門店 很大的 三層高 裡面還有電動樓梯 哇 沙沙電單車也有 這個是甚麼 頭衣 當然 電單車 你要車仔 這真的是綿羊仔 運動用品 綠卡片 錄影帶 紀念品 公仔 總之你想到的 他都有 水虎還要彈一條喉 這條是甚麼 狗帶啊老闆 連狗都不放過 你再多看兩看 簡直他們人都不如 無論是拖鞋號 總之你要車仔 行 我甚麼都給你 幾褲又有 波 當然要有 老友 縱使你是多理智都好 埋到最後這一關 老闆 請你投降吧 印波衣 任選啊 殷工 不要看這一層 車拔 下下一層 變裝波 可以說是大包圍你一身 車仔 不是吧 一應俱全 再走啊 都走不掉他的五指關 你看看這個 雜物BB衣 啊 還有 還有 還有燈 不是吧 又有機打 你怎麼走得掉 波衣 PS2 車路士真的人都瘋了 這條就是很厲害的 車路士村 你看看 各位球員想冷靜一下 不要緊 走過這條千禧橋 賣到這個Tech Modern 哇 厲害 這間藝術博物館 裡面 可以說是 很高藝術價值 也都是2000年開的 它由一個舊的發電廠 改裝而成 挺有看頭的 這些東西 大師級製作 空間一流 走完這條千禧橋 過回河的這邊 可以繼續搭配 不過 話說回來 這條千禧橋 也有看頭的 在2000年開發 是呀 是泰晤士河第一條 傳播行人的行人天橋 不過不要過著 走完Tech Modern 來買這個 OXO Tower 賣什麼的 賣XO醬 你別以為我開玩笑 這個真的由一間 以前的食品廠 改建而成的 OXO Tower 洞交叉洞 現在當然沒有食品 不是生產食品 是專生產一些 很潛衛的設計師的產品 整座東西 挺有特色的 裡面的想法 真的很貴多 值得一行 在它附近多走一兩行 你找到這間什麼來的 I Mesh電影傳 做什麼的 好像煤氣鼓一樣 裡面那個厲害了 架細大琴幕 全部立體電影 非常返回立體 去看看 是黑瓜來的 可以幻想到 那本書仔說過給我聽 它的銀幕有五架雙層巴士 這麼高 不是吧 你看它的外貌 有時晚上開車經過 很漂亮的 其實在泰晤士河上面 另外一條橋 鬼鬼罵罵的 橋中有橋 左右逢源 因為那時候 因為有一個 London Eye 這條火車橋的狗 大家嫌棄它 還要梳渡行人 所以左右 就建了兩條 比較普遍的行人天橋 插過來這邊 讓你們方便去 London Eye London Eye London Eye 就是這樣 知己知彼 八戰八勝 如果你不熟倫敦的地影 一下下就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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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 慢慢看看這條風景 值得的 起碼是世紀建築了這個 不得了 可以上來看一看 慢慢欣賞風景之後 原來那裡是SOHO 那裡是Piccadilly 看看那個街套 對 包補你說 無解消錯 看到嗎 大笨蹲 大笨蹲 以前阿爺那裡就在大笨蹲底 現在我們在大笨蹲頂看過去 真是可以放長雙眼看 慢慢轉 慢慢轉 多多幾個圈 日出等到日落 黃昏景色 進入眼簾 是不是很溫馨呢 很浪漫貼 倫敦喜愛 各位球迷如果來到倫敦看 不要那麼傻 每次坐地鐵 貼貼暗散 每次按 惹惹買 麻糬飯 又貴 你可以買這種的 daily pass 也有 weekly pass 也有 weekend pass 也有 記住不要買到送7 其實你來來去都是送1送2 頂毒 讓你去送2 這種 pass 記得 underground 方便很多 如果大家去利物浦 記住來到倫敦裏面 Euston Euston Euston這個站 就是坐直通車直上利物浦的地方 3個小時力10分鐘 搞定 那就去到了 可以走 3個多小時的火車很簡單 就是上面吃火車餐 看下風景 好像上廣州那樣 風光如畫 不過坐完之後好像我的樣子一樣 這裏就是利物浦火車站 來到利物浦火車站 去到甚麼出口 第一樣東西 人生路不遂 一定找些地圖看 過來 Welcome to Liverpool Lime Strip 在這裏附近看地頭 不知道哪裏是市中心 哪裏有北 尤其是看看古色古香 看看上面 多漂亮 整個車站都要用舊式建築物 再看那邊 嘩 利物浦收音機City Radio City 96.7 上面一定很漂亮 走吧 開波 大閘門 一進浦門 尤其是 大閘門 一進浦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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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至海 第一件事 當然是去更衣室 奧雲仔我的朋友在那裡 然後大家 聽完教練說話 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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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場 一踩出去就是這個 雁飛路球場 就是利物浦酒場 最近一次改建在96年 整個球場可以坐成 4萬5千人 但是他都說是嫌勢 所以他說就快要搬主場 賺多點錢 大家多看兩眼,飛魯球場,再見 全部都是很有紀念性的收藏品 最厲害的就是多到數不完的獎杯 每個櫃都有 而球員、球星會有些新聞 全部都寫完 這隻是甚麼杯? 不用那麼大 真是屢奇都見到 好奇 出奇 這隻是甚麼杯? 不記得嗎? 不緊張,問我吧 看電視看得多了吧? 原來沒見過這麼大隻杯 真是飲得杯 歐聯,橫掃世界 1984,1981,1978,1977 真正都看到了 其他杯可以不介紹 但接下來這隻一定要說 在貨物館裏面,獎杯淋 話畢竟是禮物店 對吧? 不過有一個最新才出爐的 來 就是這個 這個是甚麼杯? 喝得杯 那個杯 香港 Invest香港Football Challenge 2003 借我們 香港對綠彈的獎 載回來 寫明了 香港 哇 6比0 哇 哇 每一分鐘 甚麼甚麼甚麼都說完 在這裡 Oh my God 禮物餅真的見了 不知道可否可以拿回 我也是香港人 摸一下 可以吧? 我都沒摸過 被人逗走了 金色的 欲痛 如果你是禮物寶球迷來到這間店 真是人到店 海寶 沒問題 這是女裝 粉紅色 紅妝 當然怎麼能逗走 連你下一袋都不放過 褲袋 含錢 頸巾 一定要有 這些 不能逗走 運動用品 沒問題 鎖匙扣齊 不過話說話 如果你要買雜誌 不是啊 這是海報 拔開中間的騎釘之後 就是變成海報 死味 正式在找 不要看 老婆 夠時間 要開球了 老友 準備入場開入了 你看看 哇 開球了 紅軍來了 一頸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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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來 球迷 一定要吃的 就像我們 在五夜場 要咬到借入場一樣 不吃那些熱狗的包 五指尼早 英國球迷不一樣 英國球迷 如果你還有膽 就對面的巴 你不就讓人在唱歌 在廁所的風格 你可以聽到 在歌唱 預備熱身入場 在對面的巴 先喝到 先進去 你看看 那些人 真的好像去嘉年麻會 每個 紅紅綠綠 穿痕衣服 聊天 很高興 不過這樣 拿著張飛 看清楚閘口 看著入閘 是時候入場了 最好入座 F 真是高興 整班利物浦友坐在一起 真是肉緊的 嘩 看到那個叉鬚鼻 開心到 又一次攻門 看他的樣子 大緊了 避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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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牙齒了 當然啦 落後座一球 我別這麼說 真的水靜鵝飛 這一刻 烏眉俠誰 你還笑的 上本場一比零 利物浦 落後一球 你看到 我後面的飛光 真的沒用心 下本場吹到了 就好了 否則 在那邊 臨場 就好了 對呀 只是看看我身邊那件 二百多磅 真的心臟病發 暈了下來 我不死 下半場終於開球了 應該 戰況一片左右 很重要 有一個實驗碼 那球實驗碼 我其實站在龍門口 你看新聞片 慢慢回回 第一球射失的時候 是射向我的位置 我坐第二行 大哥 追到多開心 嘩 不得了 姐姐也開心笑 氣氛是一流的 不過 始終是舒服 看見見到 每個頭睹睹睹眼濕濕 你參加旅行團 都未必會帶到你來這裡 通常 如果是披頭四的歌迷 留意那隻歌叫Penny Ling Penny Ling 就是講的裡面的歌詞 其中提及幾個地點 大家都以為不是真的 幸好胡蘇仔哥哥跟我們說 不是 其實那時候 這個公廁位 現在 白色 這間 那時是一棵樹 大家有個地方 可以讓司機放下水 後來才會有一間bistro 即是一間餐廳 現在還在這裡 好像一個 不是真的一個回旋處 但是 車很多時候 就是來這裡 繞一繞圈 繼續去城的另一邊 去城的另一邊 或者去城的另一邊 而歌詞裡提及一間銀行 就在我們對面這間 角落頭這間 以前是一間銀行 現在就不是了 已經變了 不過整個建築沒有改變過 而它提及過的另一個地方 就在那裡 黃色的陰棚 我從旁邊看到有一個 Tony 梁朝偉的Tony 有一個Ladies and Gentlemen 那間baba shop 剪頭髮的地方 就在那裡 而這間店很重要 就是在這個公司的 隔壁這裡 這個corner位 就是銀行的 對面這裡 剛才的老闆娘 走出來跟我說 小朋友 小朋友 其實這個位置 以前我不是做這種生意 原來披頭四 拍樓 拍第一幅相 還有很多 官方認可 他們經常都在拍照片 就是在這個位置拍 不過現在就不是拍照片 就變成一個BB3 賣時創的地方 慘了 Tony Link應該是帶遊客來這裡 但很多時候 這裡是人群 隨便是Tony Link 免得說這麼多 總之 跟它有關的路 就在這裡 就去了那邊 就不是來了Roundabout 這一邊 這個很重要 你記得那首歌嗎 Strawberry Feels Forever 就在我們後面這裡 等等 根據胡蘇仔跟我說 每個人都以為是 士多啤梨魚種東西 不是 如果你真的有熟讀歌詞 或者研究 裡面發生甚麼事 過來 過來 在這個閘 這個閘 整體後面 以前 其實是一個 好像孤兒園的地方 John Linnon先生 在那裡長大 剛才剛才有一些 兩人車 有些日本人 在這個閘前 流影 這個閘基本上 沒有用 但他們依然保留 裡面可能可以翻身 正門已經改在其他地方 以前的世界 大家就覺得 是甚麼來的 究竟裡面是甚麼 如果你未來過 禮物圖 未清楚 Beatles究竟的底運 不妨來到這裡 有很多方法 加入Local Tour 也可以 找的士哥哥 問都可以 來到這裡 就是這個閘 原汁原味 沒有改過的東西 就是這個閘 裡面就是我們的Strawberry Feel 風景漂亮 沒錯 這裡就是去著名海邊 以前的船奧 改裝而成為一個新的觀光地點 叫做Albert Doe 但今晚我主力就是來試試這間Blue 後面的Blue Blue 很藍 今天真的藍 禮物圖主場2比1 哎呀 輸了 否則現在這裡乘行乘意 我還訂了一桌 打算去補一下奧運 Blue是怎樣的呢 如果坐在裡面有兩層 而看出去就看到這個船奧位 一起看一看這邊 波平魚鏡 你再走過一點 跟我一起看 走過一點 以前的船奧就是這個位置 鏡頭右手邊 以前的船奧在那裡 吸完水 放了水 就駛入這個船奧位 入了這裡就開始維修了 幾隻船拍在一起 下貨 這個就叫做Dock D-O-C-K Dock 而這個Dock 一會走到外面海邊看 都會有很多情侶 晚上在這裏 散步 有很多酒 有很多酒 有很多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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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私人派對 這樣說的 味道如何 可以 但很明顯 攝影師一是喝醉了 一是在偷拍 不要理他 角度這麼低 你看看 他不是偷拍的時候 的角度是挺漂亮的 大漂亮的 Y-Shot 因為我們在走的那個地方 Albert Dock旁邊 有一個叫海濱公園 如果你不想走 想坐下車 可以 黃色這輛 是一個觀光車 不單是很鬼馬的 它還可以下水 不是嗎 真的是 水綠 兩用車 你看到嗎 然後會潛水 不過潛規那時候 代表出事 它其實叫做Yellow Dub Marine 是一輛水綠兩用車 不要搭錯 潛水那一隻 是沒有過 沒有燃梳賠的 浸瓜 但是看到球聲 就沒有命賠了 這個是什麼球聲 這個很熟口臉 花光咬 這個不是前利物浦球聲 Fora 不過我留意他老婆多些 哎呀 遮住了 糟了 不要理了 過去跟他拍一張照片 Fora 看著Albert Dog 了 空階也是球聲 剛才那個 拍得去 不是碧咸 Fora 很隨便 連他老婆也跟我 弄了幾張 Albert Dog 記住 平時叫你填表 有一支日作 來到英國 你想填一張Fora 開心到飛起 慢慢看 你看這些 五花八門任你 點剔都沒有問題 最重要 如果你真的手癢 想買的 認住招牌 很多分店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不用怕我去了倫敦之後 走開那條街 要去那條街 沒有這回事 最重要是維持底單 等著派載 如何搞的 每間回率都可能有些出入 自己看清楚 這張單很重要 這張形式很想填 買一張機票 先來吧 快點快點 想去Manchester 進去Euston Station Euston 這樣便可以買車票 三個小時 零十分鐘的火車 便去到萬聯那裡看球 快點走 其實跟上廣州差不多 看看書 寫東西 看看風景 便到了 如果你來到這附近Manchester 不懂如何球場 不要緊 很簡單 很方便 來到這些火車站 就像這個Manchester Piccadilly 你可以乘搭它下面 有些叫Metrolink 很多市中心 怎會兜完 好像我們屯門的輕便鐵路 都載球迷 去到球場附近 慢慢走 阿哩阿哩 大家阿哩阿哩 來來來 一起可以乘搭Metrolink 如何走呢 進去 記住裡面 不准抽煙 不可以嘻嘻 不能玩樂器 平時我們在倫敦 如果乘搭火車來Manchester 都是來到這個站 如果你說 沒有 我在倫敦 今天想看一場球 沒問題 乘搭早車 一下來 十點多鐘 三個小時 去廣州 去完廣州 一下去 就在同一個車站 走過旁邊 一行人電梯 便可以乘搭Metrolink 直接 去到球場看完球 即哨 下回倫敦 又可以 來… 這些大火車、小火車 全部都在這裡 很方便 我們怎樣去乘搭Metrolink 很簡單 前面 這個牌 Metrolink 在市中心都找到 一上車 屯門 輕便鐵路 元朗 真是一樣的 別顧著 別顧著 買票 買完票 都會給你指示 待會可能會檢查票 賣去月台那裡 坐這種 輕便鐵路式的火車 很快便到 歐鶴福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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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曼聯的主場 你看看這裡 是不是 真是輕便鐵路 整車都是球迷 趕著入場 還有很多旅球迷 咦 這裡不是大興村 走過兩個 這裡不是老婆嗎 不是 後面那個是阿佳過來的 不是香港 是應該去了英國的 歐鶴福球場 經過這條隧道 走一條街 因為風路 所以大家 一群球迷跟著大隊走 哇 很興奮的 終於到了 由剛才的車站 走到這個歐鶴福球場 留意 對面馬路有些紅豬 是甚麼來的 為甚麼是David Beckham的名字 對了 還有費鶴信 那些全部粒粒粒球星 不過平時 走過去未必看到的 因為那些球迷 等進場的時候 踩實了 任你踩的 由車站走過來 沿著大街走 十分鐘不用 那個人 頭湧湧在走巴士 挺必人的 氣氛一流的 但不用怕 很安全的 大家很斯文的 當我看清楚 這個街口的快餐店 上面的幅畫 全部都是球星的 裡面的照片 覆覆有真人簽名的 一間快餐店 這麼多球星 還沒光顧過 不是開玩笑 一定是跟費鶴信 有些關係 不要太油 這個肥妹 這麼好東西 我們走 看到外面 對了 這個 來遠處 已經看到它的大鐵架 就是 我們的萬聯主場 臨入場之前 很多球迷一定要供一下 這些當好生意 又有紀念品 又有三仔買 花款多少 嘩 飛鞭都有 看不到 還滿期 任你付 小朋友買包吃也行 帶人喝啤 也行 還可以買雜誌的講頭哥哥 不用怕 他們很親善 看他們的樣子好像很棒 其實很lice 你見到騎警 鞭馬要戴眼罩 還有太陽眼鏡 那隻衰衰隔 萬聯的特色就是這裡 騎警 鞭馬戴眼罩 喂 入場啦 夠了 入場大部分 其實英國人 其實有很多都是來自世界各地 你別聽過 以為各個英國人有些 說意大利文的 萬聯球迷 真是國際性 還不見到幾乎 各國說話 其實不同的 這個球場在2000年改建 現在容納的人數 可以到68174人 是全英招聯最大規模的球場 真是幾乎 幾乎 氣氛一流 嘩 嘩 有意大利文說髒話 聽到嗎 通常 通常呢 中場休息 大家都出來 大堆啊 聊聊天啊 喝啤酒啊 買東西喝啊 像小便 去廁所啊 接著呢 看看下半場了 上半場了大家 保皇黨 保得轉個場 保安手心 保安定1比0 萬聯精先 那下半場呢 那段點點呢 不知道吧 萬聯一定沒東西的啦 應該按不住來打吧 保皇團 耶耶耶耶耶耶 OK 來到下半場 仍然動緊 球迷聲勢非常浩大 萬聯主場嘛 但在我們樓下左手邊 其實是 巨方那個球迷位的 留意吧 大家很沉著應戰 終於萬聯打出了決口 有球進了 哎呀 不要緊啊 這麼快 三口已經去到 你看到球迷呢 不斷立下 哇 向著我的右下方 一邊喊過去呢 拼拼拼拼拼 拉過去左下方呢 還揮手 拜拜 好賤界地 唱粗口歌呢 串人 這就是萬聯主場 喔喔喔喔 奇開得勝 4比0 3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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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球呢 當然要斬幾兩 差燒回家了 來到這個萬聯球會 專門店呢 精品所在 哇 真是臨狂滿目了 進去 真是很大 規模很正 老實說 令球迷很興奮 但說真的 這些貨品差不多 香港也有很多東西買 不過說實話 去到當然要朝聖雅的 當然要看看 它應該有的 有齊 不應該有的 也有的 喝你的片 你看 看到肥仔 肥仔呢 長臉呢 長臉呢 只剩下你 可以拆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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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杯也有 是啊 很多應該有都有 不應該有也有的 做生意嘛 好厲害啊 肥仔信 再看看這邊 買不買 不過這一樣 我要介紹 遲早大清貨 逼咸頭的搖搖空仔 牙刷破牙膏 不是呀 可以了 夠了夠了 破產了 不過有抵去法 以這麼多間博物館來說 萬聯球會 是做得最出色的 佔地三層 如果你真的會探望四大球會 這一間 你不去就走步了 其他那些 不去的那些博物館 都不會太過損失 但是看看萬聯的獎杯 多賭 陳設的方法 真的挺規模的 可以說是把握客宅 至於肥仔信呢 在這個安排上 是考奪天功的 把歷史 以前萬聯球會 怎樣輝煌的成績 一樂了業 只是球衣 嘩 發達了 放在旺角 不清亡清霸 還有些球星資料 很厲害的 很精緻的 精緻得來 不像其他球會 有點遜遜 這個乾淨的 是嗎 師傅 沒錯沒錯 嘗嘗了 至於雜誌展報 不少了 這是什麼 不是制服 是球迷的 uniform 車牌也有 哪個的車牌 King United 球星簽名 告訴我 這張法 再看看 有什麼獎牌 哦 落到這裡 小心 老婆 差不多看完 七七八百 以遊未盡 有小朋友到場 不妨帶他下去 這個 Museum 國物館下面的遊戲區 電子遊戲 一定有 買個遊戲 慢慢打 萬聯等 至於這些遊戲 多到好像遊樂場 很貴高 還要哄得我 拍張照 留念電腦捧杯照 這個很熟悉 偷偷看 他不就是 Just do it 對 就是他 鬼馬呢 簡東 這條街 這條街叫Denscape D-E-A-N-S De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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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放狗 拉閘 入夜過後 你看看對面 那幾間 美人混雜 好店 很多 萬聯友都會去 其中一間 就是對面 叫做L-I-V-I-N-G Living R-O-O-M Room Living Room 很多球迷都很想去 希望看到 這個是不是很少吃飯 有空就記得 看著這條馬路 很多美女 給他 如果昨晚你飲飽食醉 日頭沒東西做 來這個地方 Millenium Water 千禧總部 他加上這個Exchange Square 那個範圍 虛陷程度 不輸得過倫敦 一樣是商店琳琳 名牌滿目 就是好像我們去完東京 那落了Oxaka 大阪會不會有東西走 傻的 一樣那麼多東西你選 一樣那麼多東西你走 不會悶到你 不得了 你看 千禧報仇 Manchester 這裡 通街都是球王爺 球迷 你們看這個波 萬聯波 好漂亮 這個被波 歷史悠久 多少錢 他就沒有寫 應該是無價寶 你看 銅像 David Wickham 一銅像 四百磅有五磅炒 要不要看 要不要買 這些幾磅 哇 正啊 八二磅 真的要看比較好 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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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萬次斯特 也有很多東西看 很多東西 相比倫敦 沒那麼繁忙 但相比利物浦 沒那麼沉悶 一樣是商店 林立 多開心 看完波 多留多日玩完 就剛剛合適了 如果你說 值不值得來英國 怎樣都值得 你喜歡足球的 怎樣都在這裡 沒理由去美國 那些 不適合我的 雖然有類似足球而已 去倫敦 再去Manchester 利物浦 那幾個地方都挺方便 如果你是球迷 不去潮下勝 不行的 頂龍 都要去潮一次 然後呢 記住 那個肩膀位 大條道理 給自己 回來倫敦轉機 所以我在倫敦 和我住了兩天 然後自殺了 去到Burberry 去到Harros 去到Convangarden 這些才是人生樂趣 去問 一陣中會播影時事追擊